試試問你身邊的朋友 你問他們你喜不喜歡吃FOYO 大部份都會說 我好喜歡吃的 但現在只剩很少 只剩很少地方我都吃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因為香港現在只剩很少FOYO店 然後我都喜歡吃FOYO 不如我自己開一間吧 早幾年 FOYO娛樂店很流行 但熱潮過去之後 現在只剩幾間連鎖店 26歲的Thomas很喜歡吃娛樂 在今年決定轉行創業 選擇了在西貢開店 其實我本身喜歡靜靜的地方 都是喜歡小店 不太喜歡商場的地方 我當初找店時 只想找店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油尖貿易 那些地方 就是租金完全不斷 這是最大的問題 人生第一次見到真正的Grid Yogurt 都是在西貢看到的 西貢的超級市場 特別多Yogurt 因為很多外國人 Grid Yogurt 真正的Grid Yogurt 都有 我想兩、三隻 兩、三隻已經很多了 即使是平一中午 都有不少客人光顧 Thomas作為娛樂迷 當然對娛樂很有要求 當我真正吃到第一次Grid Yogurt 我就覺得 嘩 是不同世界的 Grid Yogurt 質地有點像cream cheese 甚至有點像雪糕 你一定要混合蜜糖 混合水果 才能入口 否則很膩、很酸、很稠 但現在那隻我可以就這樣搭來吃 即是可以當雪糕吃 一共有22款配料 4款醬汁 很多選擇 當中有些配料是自家製 在其他娛樂店都很少見 我本身不太好喝咖啡 我喜歡聞咖啡多過喝咖啡 越南咖啡粉 是我唯一喝到的咖啡 我就想用它來做一個topping 咖啡舉藥 可以配搭味道較甜的配料 例如威化卷和Browney 中和一些甜味 翡翠檸檬是一個檸檬品種 即是綠色皮的檸檬 檸檬是我家人自己種的 因為我有些蛋糕 都是跟西貢的烘焙店合作的 然後我就會把檸檬汁送過去 叫他們幫我做那些topping 海鹽焦糖脆脆更加是人氣第一 這兩款果仁和本地品牌合作 焦糖合圖和焦糖腰果 果仁香脆 而且焦糖令娛樂味道更加豐富 開店創業 其實是老闆送給自己26歲的生日禮物 這個想法從來都不是丁的出現 而且我本身有很多事情很想做 例如做記者 小時候很想做記者 我很喜歡誰發明要上班 有時久不久都會想起這句話 就是覺得為何要上班 覺得我自己是喜歡做飲食的 以前你出一個帖文寫一篇稿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看 亦都不知道有什麼 但是你做食物 你做過一份出來 別人就是吃過一份 我覺得這些是我最大的滿足感 但是我們可以做食物 講成了你 但是我選擇當作主要來 那麼堯奋 兩個人 就想要拜託 不可以